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國蘭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圖鑑系列啦 今天我們要來拍的圖鑑呢 就是最近在SWC上面 算是有大放異彩的角色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RTA的一隻 有點算是Counter類型 並且蠻適合應付現在生態的一個角色 就是我們的水龍騎啦 那水龍騎這個角色也算是一個非常old school的角色囉 那在前一個時間的時候 其實水瓦在RTA的表現可能是比水龍騎還要好一些些的 因為被動技能是擁有可以保隊友 並且1技能後來有新增了一個有機率冷卻 2技能能夠冰凍緩速等等的效果 水瓦一度是在RTA 比起水龍騎還要熱門 但在後來幾個版本之後 可能隨著RTA主流隊伍的改動 現在越來越多是那種 像是水聲啦 像是火方啦 這類型 封拜聲因為是克索 我就先不談他 現在越來越多這類型就是 傷害沒有那麼多 可是生存能力是比較強一點點的角色 那這個時候呢 水龍騎本身的一個優秀的續戰能力 以及比起水瓦還要來得強一點點的解控能力 就慢慢的體現出他的價值了 水瓦雖然說他的3技能被暴擊的時候呢 會解掉所有的負面狀態 可是因為隨著時代 越來越多這種抗暴擊型的打手 所以理所當然的 應付這類型抗暴擊類型的魔靈的康特角色也越來越多了 包含像是奧雷克爾漸漸的連暴率都不撐了 或者是利用炸彈的手段 我丟一顆炸彈然後我不要去動你的水瓦兩回合 他自己會爆炸 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傷害量等等的一些打法 慢慢的出現之後呢 水龍騎跟水瓦他們各自的表現可以說是 各有千秋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到水龍騎的身體素質 來看看這個因應版本慢慢體現出他價值的角色 到底有什麼獨特之處吧 體力13000多5滴 全魔靈排名第8位 是非常非常頂尖的一個存在 攻擊力681後段班 防御力593後段班 腿長100也是後段班 基本上就是一個除了體力以外一無是處的角色啦 但我一直都覺得喔 一個角色如果你全部都很平均的話 不如有一項素質特別突出 我們還可以知道說 這個角色要往哪個屬性去撐會更有優勢 或者是這個角色可能針對該屬性就可以不用投資 那麼大量的資源就可以達到我們預期想要的一個效果 並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水龍騎他本身就是一個體力型的打手 所以體力型的打手搭配高體力係數 這可以說是跟他的技能組是非常的絕配 並不會因為攻防數處於後段班 而拉低了這個角色的一個用途喔 那所以我們就接著 往跟他這個身體素質非常般配的技能組看下去囉 一技能砍柴 拿起斧頭砍一刀造成43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造成兩回合的持續傷害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30% 十分普通的一技能啊 這個就看看就好了 也沒有吃體力係數 上讀基本上看看就好了 可以想像成這個傷害量就是多個5%的真實血量傷害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思考這類型的技能 不過就真的不是多獨特的技能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來看到他的2技能 用力的砍柴 攻擊敵人造成800%攻擊力的 無視所有減少傷害強化效果的一個傷害量 並且如果死亡的我軍越多他的傷害量會越強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30% CD降為2回合 CD只有2回合是一個可以非常頻繁使用的2技能 傷害係數算是非常的優秀 來到800% 雖然說還是一樣吃攻擊係數 並不是吃體力係數 加上前面提到的 這個角色的基礎攻擊處於後段斑 可能會有人覺得 那這個2技能的傷害量真的很普通 可是這邊得先提 我們必須要跟著他的被動技能一起看 才能知道為什麼這個角色明明1 2技能是吃攻擊力 但是高體力係數卻會是他的一個加分項呢 另外還有一點 死亡的我軍越多傷害量越強 這個部分呢 當今天死亡一個目標的時候 傷害量會增加110%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今天在打RTA 死亡一個目標2技能係數變910% 死亡兩個目標傷害量變1020% 死亡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的2技能傷害係數來到1130%的傷害量係數 是非常非常的高 當然啦 最多可以到這個4名隊友倒下 就可能你爬塔出5個角色的時候 4名隊友倒下他可以到1240% 是一個極高係數的2技能 並且可以針對到現在很常見的一些 無論是護衛啦 又或者是護盾保護符文等等 他都可以直接擊穿 尤其是護衛 現在水生非常討厭的一個情況就是 你明明快要擊殺對面特定目標了 水生一個護衛下去 你打他的話 如果你想要用消狀態的技能打他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水生就會反擊 並且你消下去的那一下也沒有辦法造成傷害 可是水龍騎的這個2技能是可以直接打穿護衛 打穿在目標身上的 所以如果對面剩下殘血的時候 水生的一個護衛寶牌也起不到任何保護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2技能 再來我們來看到他的被動技能 睡公園 免疫進捕效果 並且在自身回合開始的時候解除2個弱化效果 並且恢復15%的體力 此外將會根據自身目前體力為比例增加傷害量 然後並且除了進步以外 每次解除2個弱化效果還會回血 等於說這個角色 他的回血狀態是一定可以觸發在自己身上的 好啦有唯一的例外就是死亡詛咒 這個最無敵的暗影陽死亡詛咒 可以禁止他補血 除此之外的話 水龍騎是可以妥妥的每次行動就回到15% 搭配模框可能可以一次回到20%左右的一個數字 續戰力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而且重點就是 他有那個根據自身目前體力為比例增加傷害量 換句話說 他的體力就是他傷害的一個資本 撐高體力絕對是增加他輸出能力的一個手段 但這邊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對到水龍騎的那個人的話 適當的去消水龍騎的血量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的傷害 其實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二技能都不是吃體力係數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把他的血量消低 讓對面沒有辦法吃好吃滿這個被動技能的體力增傷的話 那他的傷害量其實起不來 但如果今天他是滿血的時候 他的傷害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面對到水龍騎的話 控住他是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 畢竟他每次可以起兩個落花效果 但是適當的消他的血量我覺得是必要的 除非你確保你的續戰能力足夠 除非你確保你在他下一個回合能夠抱走一技能接二技能 兩下打下去 你的這個角色確定不會登出 並且你有其他的一個扛傷害的或者是續戰的手段的話 那你才可以不理水龍騎 這也是水龍騎他的一個最大賣點技能之一了 最後就是隊長技能的水屬性的50%防禦隊長 這個部分看看就好了啦 其實我真的覺得啦 水龍騎他的隊長技能 改成水屬性的50%體力隊長可能會更適合他 因為畢竟他就是體力型魔靈 他的體力系數還來到全魔靈的第八高 你給他防禦隊長他的防禦又是後段班 真的有一點點不大 但就屬於一個...不如小補吧 另外水龍騎他的覺醒還有加一個暴率 所以可以讓他在稱數值上面更加的輕鬆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往他的符文看下去了 水龍騎的符文最標準的應該就是走到暴走陰暴 因為他今天如果被打會增加攻擊條 對面可能一個大傷害打下去 他立刻插隊搭配被動技能 就可以稍微恢復一點血量 避免一瞬間被收頭的尷尬情況 但是這個部分取決於你的符文水平 如果今天符文水平比較不足 或者是符文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把硬暴改成 可能無論是祝福啦 刀刃啦 守護啦等等其他的雜符都可以去做使用 當然我自己覺得硬暴還是最佳解 不過最主要還是看那個身體素質 那符文主屬性的部分 我也是選擇素傷體 或者是素傷防 老師你不是說水龍騎的特點就是他的血量嗎 而且他是體力型打手 為什麼要撐防禦呢 好這邊我先問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水龍騎這個角色他的特點是什麼 可能就有人說坦 對沒錯這個角色給人的刻板印象 基地印象就是很坦很硬 但是很坦很硬他其實包含著兩點 除了血量高以外 防禦高也是很坦很硬的其中一個頻段標準 並且把他的防禦撐的高一點點 他受到傷害量減少 對於被動技能的這個當前血量上限 也是有一定的幫助 而且也可以去避免掉他被對面打的時候 你可能隨便一個角色摸他 你沒有撐攻擊 你沒有撐爆傷 都可以摸到他可能五六千滴血 這樣的話就會讓水龍騎這個角色過得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就直接被打到殘血 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點我剛才也有提到的 就是我有說過 如果某一條素質特別出色的話 除了可能該角色跟這個素質非常般配以外 也可以減少撐這一個素質的壓力 所以水龍騎有著全魔靈第八高的體力係數 就代表著我不用撐到太多的一個體力百分比的素質 就可以讓他的一個濾字血量 撐到一個還算不錯的數字 那其餘的屬性呢 畢竟他是暴率型打手啦 撐到百爆是最好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也至少撐到85爆 因為畢竟你會使用他的情況呢 除了對面可能缺乏一些大傷害以外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對面的火屬性角色太多了 你也會考慮到水龍騎 所以如果真的沒辦法撐到百爆的話 至少也把他撐到85爆 然後防禦稍微撐一點點 可能500到600 攻擊的部分最好可以加到1000啦 血量至少率自20000吧 這樣的水龍騎就可以達到一個 又坦又硬 輸出又穩定的表現了 那會撐攻擊也是因為他的一二技能 本來就是看攻擊係數的 所以稍微撐一點攻擊 就會讓他的傷害量不至於那麼的低迷 另外6號符文選擇防趴還有一些好處 就是我們在RTA的時候 防趴符文其實是比較少使用 當然有些特定角色或是一些陷阱角色會去做使用 但是如果今天手頭上有一些很頂的硬爆防趴符文的話 就也是可以考慮拿來給水龍騎 他可能是你其他主要角色的次要符文選擇 但卻可以給水龍騎當作一個首要的一線等級符文做使用 魔礦的部分我會選擇可能 失去體力增加攻擊增加速度 還有單一目標的爆傷 跟這個體力越好體力越差的一個爆傷增加量以外呢 最重要的莫過於就是這一條 三技能的恢復量增加 這一個屬性可以讓他的續戰能力在高上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這條屬性可以說是越高越好 越高對於水龍騎的幫助是越大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他的實戰應用吧 那水龍騎的使用時機可能就會去挑那些 除了對面有火屬性或者是風屬性的角色比較少的場合以外 另外一種就是對面的傷害能力不足的情況下 這一場其實水龍騎並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有兩個點就是第一點是因為對面有風奧 他的炸彈傷害量還算蠻高的 另外一點的話就是對面有風星技 如果今天對面運氣夠好的話 有可能水龍騎就算打到殘局好了 他可能都動不了太多下 可是水龍騎最大的優點等一下也會體現出來 就是今天只要你讓水龍騎動到幾次 或者是以這場來講就是 只要能夠先把對面的風奧給收掉的話 那在殘局的時候水龍騎的表現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大家這邊看到水龍騎待會就會血量越打越多 那對面的風星技沒有辦法一次同時處理水龍騎跟火猴兩個角色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打到後面水龍騎的血量 被動技能慢慢回著慢慢回著 他的血量補起來基本上這一局殘局就已經 水龍騎就已經無敵了 而且這個地方在開啟一個免疫 他的風星技只要一旦被收掉就會直接倒下來了 那其實水龍騎在現在的這個比賽競技影片喔 其實可以說是非常容易的找到 最主要就是因為現在生態的關係 而水龍騎的應對的話要注意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因為像對面有看到有這個火巴耶克的這個角色 那他的一個三技能也可以做到血加回血 現在比較多的那種偏向魔隊 像是水生這類型的隊伍 並不是那種單點大傷害 所以你很難一瞬間帶走這些角色 那他們只要這個續戰能力一補起來 打到殘局 就算你今天也擁有著不錯的回血能力好了 打到殘局 降血加攻之後 可能對面哪一個時候多了一個破防或是一個暴走 就有可能瞬間帶走你一個角色 並且因為這些角色本身就帶有著自己就有一個不錯的續戰能力了 所以就算只剩他們一個人 你都未必有把握一定可以去快速的收掉這些角色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水龍騎這個角色為什麼會在最近又慢慢的浮現出來 可能最主要的有一點就是 最近的生態越來越多是以水生為核心的打法了 但在前一個時代呢 前一個時代是術控隊的時代 那其實水龍騎面對到術控隊 你面對到什麼風化博啦 你面對到什麼風星際啦 這類型有退調的角色 這個水龍騎說實在的 未必出得了手 你們看現在這樣子 就可能如果都是單點類型的角色的話 嘴霜死天使阿 水生阿 火方阿 風拜生阿 這類型的角色還有火海王這種角色 還有一隻是近期才剛改強的暗奧 因為暗奧並不能自己引爆炸彈 所以水龍騎可以counter暗奧的暈眩 可以counter暗奧的炸彈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應對手段 大部分是以這些角色為核心 那除了風拜生以外 風拜生畢竟是跟水龍騎 算是他的一大克星 因為可以破防又可以退調 可是其餘的角色必須說實在的 你真的很難有著 可以瞬間把水龍騎給秒掉的能力 那沒有秒掉他的能力就算了 你也沒有扛他傷害的一個能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打入殘局 水龍騎的強度就會直線上升 而水瓦的話 他雖然有著還算不錯的續戰能力 也可以保隊友 可是上述的這些隊伍 重點就是在一個字 摩 今天水龍騎剩下一個人 跟水瓦剩下一個人 說實在的 水瓦剩下一個人 他的威脅是比較小的 水龍騎剩下他一個人 他可能一個暴走可以帶走你一隻角色 可是水瓦的話 他頂多就會空一下下 只要你還有一些續戰能力 可能就未必打得穿 當然啦這兩個角色真的就是 各有他的特色 你想要整個隊伍續戰能力 再好一點點的話 會去使用水瓦 你想要整個隊伍殘局爆發力 再好一點點的話 會去選擇到水龍騎 這也是這個角色 會在近期慢慢的崛起的一個因素 也是我近期非常喜歡的一個 Counter類型的角色啦 那大家如果想要學到更多的 水龍騎的一個使用的話 其實觀看最近的SWC 應該就可以學到蠻多的了 畢竟比賽的時候 更多比的是雙方的Counter 所以水龍騎的出場機率 就會比平常再來的更高 那麼一些些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了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